之前人事星期三透露 紐約市長Eric Adams 在聯邦腐敗調查後 被聯邦大陪審團起訴 至少有一名高級市長助理收到傳票 要求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 自至星期三晚間 起訴處仍處於保密狀態 目前尚不清楚Adams將面臨指控 一旦這些指控公開 Adams將成為紐約市首位在任期間 受到刑事指控的市長 聯邦檢察官拒絕透露調查情況 但知曉案件細節的人士 講述了多項單獨的調查 涉及Adams的高級助手 以及他們的親屬 競選籌款、警察局和消防局可能的權錢交易 最近幾個星期負責幾項相關腐敗調查的聯邦特工 搜查了Adams派系幾名高級官員的住所 並傳換了他們的電子設備 除此之外 近日Adams政治核心圈的多名高級官員宣布辭職 星期三 紐約州眾議員Alexandria Ocasio-Cortez 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呼籲Adams辭職 天下維司記者編輯報導